苹果之星潘慧如送走生命中最爱自责崩溃魔杖二年。 41岁的潘慧如感情交了白卷,动了卵也没精子可以用,身边最大的安慰就是两只可爱的狗儿女,每天呈欢膝下,她为了毛孩子学习宠物照护,专业的知识和机能,可以让毛孩子获得更适当的照顾。 其实当初会去上课,是因为陪伴我16年的狗狗被逼走了,她生病期间,我非常惊慌失措,一路有非常多热心的网友,不愿其烦地指点我,希望我未来也能用专业帮助别人。 派慧如出生没多久,爸妈就离婚,母亲必须工作,她被交由阿姨抚养,多年来都是过筑漂泊的生活。 刚入行时,朋友送给她一只出生没多久的血纳瑞baby当作生日礼物,狗狗乖巧又亲人,且不乱吠叫,她还一度以为她是哑巴,16年来,baby与她的感情远超过任何一个亲人。 baby一直很健康,没想到最后一年多快速老化,有天我带她去散步时,她突然动作缓慢,甚至停下来,不进也不退,就像一个狮吃老人一样。 这刻起,派慧如和baby的日子彭扶随时天要她下来,狗狗的听力,嗅觉开始退化,她不认得我,帮她洗澡还会咬我,当场流血,因为失去感官能力,狗狗用攻击来保卫自己。 潘慧如怕她受伤,在家里为她铺上地垫,架起围栏,也得尝试喂食,她只吃甜的,旧的,在鲜石里加糖,最后还得抢破灌尸物泥,就像照顾一个重症的失去老人。 在经历一次次的打击后,受医师认为baby可能罹患脑瘤,若检查证实,考虑进行化疗,但她年事已高,潘慧如和医师讨论后决定不积极检查,治疗,她只有一个信念,我不计代价,要用各种方法减缓她的,不是狗狗要吃药大针, 这是一场长期抗战,我学会自己打电梯,为她在家打皮下注射,这使得baby已经大小便失劲,也为了不让狗狗包尿布失去尊严,她每天定闹钟,带她去尿尿,如果baby武力大便,她就得从刚能挤出便便,当时狗狗已经半瘫,为了拉她走路,潘慧如会在家跪地绕圈圈陪练习。 直到有天,baby最后一次咽血时,指数全正常,当下潘慧如开心地直叫,你可以开始新生活了。 狗狗也一反病奄奄的母养亲了她,没多久她突然颠纤发作,四肢发直,口水直流,吓得她赶紧抱回医院急救,当天虽然医药物压制下来,但她却不敢再放开baby抱住她到清晨,再回受医院时,医生已建议让狗狗安乐死。 回想起当时的决定,潘慧如忍不住大哭二年了,到现在还是走不出来。 我一直自责,是不是不应该这样结束她的生命。 爱犬走后她吃不下睡不着,整整哭了一个礼拜,最后决定再领养一只狗,好将对baby的爱转移。 上脸书社团搜寻,竟就有只五个月大的雪纳瑞和baby神寺。 我觉得是冥冥之中她帮我选的,她在心里挖一个洞把baby放在那个位置,谁也取代不了。